最近有中山市民向我们反映 说一名产妇在生产的时候 胎儿头部被卡在产道出现了缺氧 导致脑部神经受损 指责产科医生在知道胎胃不正的情况下 仍然不采取剖腹产导致意外 那么究竟怎么回事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事件 家主称 例行产检时和产前体检时都已发现胎胃不正 在和医生沟通后 他们选择试产 在根据情况决定分娩方式 29日上午凌晨 产妇进入产房试产后感到相当痛苦 表示要抛妇产 但医生就不理会坚持自然分娩 点几已经是没力了 然后医生分娩是怎样 然后他说 那么好呢 那么你们要两夫妻要签名 但是他都没有给那些资料我们签名 一直拖到3点42分的时候 由于头部被卡在产道内长达七八分钟 胎儿出生后出现重度窒息 经抢救后被转送到博外医院ICU 家族称 10月1号医院通知 这个出生不到三天的婴儿已经没有康复希望 要么继续住在ICU拖住 要么放弃治疗 医院回应 任何医疗手段都具备一定风险 医生在所有治疗过程中都合乎程序 不存在违规操作情况